到底什么是黄金线呢 国内这家知名的LED大厂生产线的女领班 竟然是利用植物之变 从2014年就开始不断地窃到厂内纯金的金线 长达三年 伙同前夫跟他的现任丈夫向银楼嚣张 不法获利了770万 而三个人的犯行是没有人知道 却因为现任丈夫不满 当时前夫家暴这名女领班 竟然是花钱买修 导致前夫重担之后 还愤而举发了三个人的犯行 国内知名LED大厂 厂内LED封装制成必需品纯金金线遭窃 事件爆发之后 靖亚瀚曾经担任生产线领班的灵性女子 还有她的前夫以及现任丈夫三人有关 失去的是LED全球第六大厂 异光照明的苗栗厂 灵性女子曾担任厂内的生产线领班 偷走厂内的金线材料 分别交给前夫和现任丈夫 他们两人在拿去迎楼嚣张 一共不把获利770万多 灵性女子随后在2018年初离职 有跟她同事过吗 有啊 大家都知道有这件事 没有了不知道了 事后才知道了 报警之后我们才知道 三人犯行 一开始无人知晓会曝光 是因为一起枪击案 2017年10月12号晚上 红色轿车缓缓地驶入巷内 驾驶掏出手枪 直接朝着灵性女子的前夫 江姓男子开枪 救护车抵达现场 他左手上臂重担 子弹还卡在气管内 因为他离婚之后还家暴 让灵性女子当时的男友 车型男子心神不满 疑似花了30万元买胸 但江姓男子重担 大难不死 得知是车男直使 愤而举发 三人道经犯刑 到案后 三人坦诚 轻占超过160辆的黄金线 得手770万 但厂方轻查 厂内经线数量短少 685万多英尺 总金额高达2500多万 侵占一贯公司 黄金线的这个案件 侵查终结 将灵性女子 江姓男子 以及车型男子 都提起公诉 除此之外 也将涉嫌 收受赃物的 营楼业舍 黄姓男子 一并提起公诉 检方认定 灵性女子 涉嫌业务侵占 前夫和现任丈夫两人 以及营楼 涉犯了收受赃物罪 依法起诉 东森新闻 SN小组 俊祥李和珍 在苗栗采访报道 所以有科技厂的员工 偷黄金线来变卖 而原来黄金线 是比黄金还要值钱的 电子达人说 金子是所有金属来说 传导力延展性 都是最好的一种 平时会用在LED面板 或是这些高科技的产品 而如果是专门 以黄金线中的黄金来变卖 其实含量很低的 像这样一捆电线 通常都是以铜为基底 但是不止这个铜的金属 甚至还有镀金的 那这两者之间差别在哪呢 金当然是速度最快 这样来讲 它传输好 速度快的时候 你的声音使用 信号来讲 就比较不会有干扰的问题 常见的传输材质 分为金银铜三种 金除了传输最快 延展性 抗氧化能力都知惯 相对的价格也最高 我们讲的那种细线 其实它只是占 它千分之级的 那种镀金来讲 它真的不高 它只是让它 表面不容易氧化 它可以传输性比较好 就是只有这样子而已 苗栗科技大厂 异光 员工窃取线材 就是这种镀金材质的金线 黄金线应用在讲求音质的音响线 LED面板 或者是半导体等等的高科技产品 尽管这些3C产品当中 金含量并不高 却还是有人以炼金赚钱 员工不断悄悄打打 将不用的电脑零件敲掉 把剩下干净的材料 清除分类 接着放进专业器材中 再透过特殊仪器 化学萃取跟电解 就能将贵金属提炼出来 尽管含金量不高 大量累积下来 也是比可观的收入 有利可图之下 不仅日前就曾发生抢劫的事件 甚至现在就连科技厂的员工 也愿意冒着风险 偷黄金线变卖 东三新闻王俊杰 张志凯在台中的采访报道 气象局已经发布了 闪电台风的路上台风警报了 最新的台风动态 赶快把时间交给西梅 好了 陈宜 观众朋友 我们就赶快带您来看到 气象局就在刚刚晚间 八点半的时候 针对了闪电台风 是发布了路上台风警报 紧接的范围就包括了在台东 还有包括了屏东 横纯半岛一旦 要特别提醒观众朋友的是 这个台风现在也创下了 过去十七年来呢 第一个在十一月 发布路径的台风记录了 闪电它现在已经步步进B 距离我们的位置呢 其实已经不到四百公里了 而且在过去三个小时 它有逐渐涨胖的趋势 它的西极风的暴风圈半径呢 现在是已经扩大到了一百二十公里了 而且如果说你仔细看这条路径的话 你可以发现到 在过去这几个小时呢 其实它的路径呢 不排除有可能 未来会逐渐的再为呢 比较偏北一点点 也因此我们现在持续要观察 是整个路径的范围 除了现在所发布的 包括台东 还有包括屏东一带 未来会不会再进一步扩大呢 是我们的观察重点 另外因为呢 路径稍稍比较北一点 预估它的暴风圈 碰触到我们恒春半岛的时间 也会呢 比较稍微的提前 预估就会在明天上午 大约是九点到十点过后的话 它的暴风圈 就会开始碰触到恒春的陆地了 而要呢 整个脱离的话 预估会是在明天深夜的时间 我们从雷达回布图当中 要带你来看到 是闪电的水汽 其实已经开始 逐渐影响到我们了 从雷达回布图当中 你可以看到 这一波波的水汽呢 在目前最近这一个小时 包括了像是在宜兰的头城 包括新北市的双溪 还有包括瑞芳的话 序量呢 都在三到四毫米之间 像这样的间歇区 的降雨呢 从今天晚间开始 会逐渐的越来越明显 沿海的风浪 也都会开始变得比较明显了 包括呢 从今天开始 基隆北海还有包括了 东半部恒春一带的话 都要留意 可能会有些长浪发生 到了明天来说的话呢 包括了南台湾的话 沿海也要留意 海滨活动千万呢 尽量如果可以避免的话 不要前往了 从卫星预图当中 我们要告诉大家是 要带你来观察 这整个闪电台风 它的结构 其实你可以发现到 从卫星预图当中 你可以发现 它的结构是比较偏松散的 气象局就研判了 它呢 未来的环境 其实并没有非常有利于它发展 因此在逐渐靠近的过程当中 未来十个小时 估计就是它强度的巅峰 也会维持在青台 最多是青台上线的部分的话 这是我们气象局 目前所做的研判 可是呢 因为它的暴风圈 还是呢 会涵盖到我们的陆地 在未来这段时间的话 我们从呢 整个的雨区预报图当中 要提醒大家是 晚间开始的话 包括了基隆北海 还有包括了 宜来一带的话 进行性的一些降雨呢 会逐渐的开始变得比较明显 不过首当其冲的呢 就还是在恒春半岛 也就是未来整个暴风圈 会涵盖的部分了 预估在明天上午 当暴风圈呢 逐渐触入到 我们的这个 接触到陆地之后 整个的降雨就会呢 在恒春一带 从间接性 就会变成的是 比较持续性 风雨时辰当中 我们要提醒大家 是这个台风 其实呢 从风雨时辰当中 它最主要影响到的 就是在呢 整个的台东 还有包括了 恒春一带了 至于呢 在高雄一带的话 就要看到 未来它的暴风圈 会不会有可能 会往更北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会 持续为大家关注 时间还给陈寅 好的 谢谢星梅 我们持续来看到 这场总统大选 到底什么时候 才会落幕呢 谁才是下一任的 美国总统 全世界都看傻眼了 这次寻求连任的 美国总统川普 和民主党的候选人拜登 就是因为 他们的得票数 现在呈现拉锯战 所以原本信心满满的川普 他为了避免拜登会拿下 关键选票 接着他恐怕要展开 许多的这个 像是法律公式等等 所以所谓他的翻盘方程式 那么首先呢 他要求最高法院介入 来裁决 宾州是否可以采纳 这些迟到的邮寄选票 甚至呢 在要求包括了 密西根还有乔治亚州 全部都要暂停计票 当然呢 川普阵营也抨击对手舞弊 因为他们认为 所有的监票人员 都被挡在外面 根本看不到 实际的计票状况 直控对手舞弊 一度以为选情稳的 川普阵营急跳脚 避免拜登拿下关键选票 川普走法律诉讼 他要求最高法院 裁决是否采纳 宾州晚到的邮寄选票 另外要求密西根州 宾州乔治亚州暂停计票 至于威斯康辛州 则是重新计票 冰州州长直接打脸川普 说宾州一票都不能少 如果选举结果僵持 会出现三种解决方式 川普可以打诉讼 保守派在最高法院 有绝对优势 再来是选举人团 参众两院将自行决定 接受州长或州议会的提名 权宜选举则是由众议院 选出总统 参议院选出副总统 明年1月20号还是没有结果 将由众议院议长代任总统 川普拜登呈现拉锯战 德国之声预告 川普如果选输会承认败选 宣布对自己大赦 或者白宫干预计票 由最高法院裁决 甚至离开白宫 由副总统彭斯接任 但按照川普强人性格 司法战开打 可能避免不了 东西文放不倒 好 其实很多人在问 为什么这次的选举 会如此的混乱 恐怕也是跟邮寄投票 有非常大的关系 尤其我们看到 这个邮寄投票 到底是怎么开票的呢 每一个州都不太一样 所以就导致了 好像有点一夜翻盘的感觉 像是原本川普所领先的 像是威斯康辛 甚至密西根州 全部都被拜登给超车 当然川普自己觉得 非常的奇怪之外 网路上现在疯传了 这个曲线图 你可以看到 那么在两个人的票数 都在上涨的时候 突然间 你看到吗 就是这个直线往上窜 这个是拜登的票 突然间就大爆量 那么包括在威斯康辛 有这样的情况 包括在密西根 同样也是有这个直线往上窜的情形 所以专家就估计说 这个美国通讯投票 超过了八千万人 而且除了有这样子一个爆量的情形之外 甚至有一些州 是允许在大选日后三天送达的选票 所以这样子每一个州的 这个规定都不太一样 当然也增添了美国大选的变数 票都还没开完美国总统川普 对于赢得大选 似乎胜券在握 甚至未卜先知 不到最后一刻答案揭晓 谁都说不准 只是摇摆州 威斯康辛州和密西根州 让川普少了先前的霸气 他觉得很奇怪 因为领先态势 先后被拜登超车 看看这两张网路风传的曲线图 威斯康辛州 密西根州过了美东时间 四号早上六点后 拜登的选票爆量直线上窜 还有这张图也显示 原本川普在密西根州领先 但拜登突然增加13万票 被质疑大量冠票 由于疫情专家预估 美国通讯投票将超过八千万人 有些州甚至允许 大选日后三天送达的选票 只要盖油搓的日期 是十一月三号都可以算数 可能影响大选变数 因为光是今年初选时 至少六点五万张选票 探碗送达作废 邮政人力吃紧服务牛布 都可能让选票卡在邮务系统 网路上甚至谣传 威斯康辛州的选票 比注册选民还多 官方赶紧澄清 注册人数三百六十万 目前统计票数超过三百二十万 滨州丢失三十万张选票 停止计票 也被证实是假消息 更有选民质疑 选务人员给他 其一笔划季选票 导致投给川普的选票被作废 官方发布影片表示 提供其一笔 是为了确保墨水不会糊掉 不会影响到判读结果 选战激烈各种谣言满天飞 东西新闻照不到 好 所以现在眼看着拜登要赢了 但是川普还有没有办法逆转胜呢 答案是有的 他的确是还有所谓的一线生机的 我们看到现在呢 美国总统大选在陷入了胶着 尤其像是关键的摇摆州 包括了这个威斯康辛 也被拜登逆转 那么川普现在为了拼连任的话 有两个地方他必须要守住 一个就是密西根 一个就是滨州 尤其呢 根据CNN的说法 CNN通常是很讨厌川普的 但是他们说 因为拜登现在确定拿到253张的选举人票 就离这个当选门槛差17张 所以如果说现在呢 滨州被拜登拿下的话 那么就等于是胜选了 那么两个人也将会决战在亚利桑那 那么另一方面呢 川普当然也会用他的这个法律的诉讼的手段 来阻止 好 包括什么呢 他就要求这几个州啊 都对他们要提起法律诉讼 像是认为这个威斯康辛 应该要重新验票 为什么会突然翻盘呢 川普是如此质疑的 还有呢 包括像密西根 包括了滨州 乔治亚这些还在开票的地方 要求他们要暂停计票 而且呢 也要提出诉讼 所以呢 当中呢 这个滨州的州长就呛川普说 你这简直是在颠覆民主啊 是非常的可耻 但是一旦呢 这个诉讼到了最高法院的话 别忘了 大法官里面也有他的人哦 保守派跟自由派的比例 可是6比3 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犯罪 我们希望所有的选择停 我们不希望他们 找到哪些选择 在4时 在早上 加上他们的标准 OK 都会有16张选举人票的乔治亚州 必须停止计算 3号晚间后收到的选票 而在开票还没开完的 密西根州和宾州 都必须停止计票 尤其这两周 目前还在开邮寄选票 至于被拜登翻盘的威州 川普阵营将要求重新验票 因为拜登在威州 只赢川普不到百分之一 约两万多票 四年前川普在威州 也申请重新验票 让他多了131票 不过现在拜登顺利拿下威州 在选情胶着的密西根或宾州 如果拜登再取任何一州 都能获胜 反观川普 必须一口气 拿下密西根和宾州 这两州才有迎面 因此不外乎 这三州 川普都要用官司 阻止拜登胜选 但川普喊告各州选务 掀起骂声连连 连内华达州虽然没被告 但也因为开票还在继续 内华达州检察长 准备好用法律抵制 而且依照美国宪法第二条 川普无权干预州政府选务 更无权要求各州停止机票 如果失败 恐怕赔上自己政治生命 不过眼看选情告急 川普目前还是执意诉讼 就希望连任之路 能有一线生机 东西我们程卫之灵可以报道 真的还有一线生机吗 事实上对于这次整个开票的过程 川普的质疑 从昨天晚上就已经开始了 你看到他开始疯狂的发推特 而且这个字导上面写的 very strange 非常奇怪 川普质疑什么呢 他说本来自己不是信心满满的吗 但是怎么会一夕之间 就被拜登逆转了两个州呢 所以除了他展开了司法大战之外 要向威斯康辛 像密西根和宾州 乔治亚州都提起诉讼 还有他也在这个推特上面讲说 昨天晚上我本来领先 很多州我都是遥遥领先的 但是他发现关键州 几乎都是民主党执政的地方 或是民主党控制的地方 他的选票就一个一个 开始很奇怪的消失 他说这非常非常的奇怪 当然另一方面虽然说票 现在还没开完 川普可能也会提出司法的诉讼 但是看起来拜登的确是 距离入主白宫就插着临门一脚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拜登的阵营 今天上架了这个网站 叫做Biden Harris Transition 也就是是一个过渡的网站 就是希望可以在他一月份上任的第一天 就可以立刻替全民服务 那么总统大选结果尚未出炉 不过目前看来白宫宝座 恐怕要换人座 由于拜登一举逆转 卫斯康星及密西根州 让情势瞬间翻盘 虽然开票还在持续进行 但拜登团队似乎等不及上位的那一天 在四号抢先推出了过渡政府网站 网站目前只有一张首页 由民主党代表色蓝色做基底 拜登抖大照片旁写着拜登贺锦丽过渡 就是要告诉美国人 他们已经开始暖身 准备好在就职第一天 可以立即开工替全民服务 另一方面原本认为证券在握的川普 则是急得在推特上疯狂发出推文 先是质疑自己领先的关键州 突然一个个消失很奇怪 接着又说对手阵营 在到处找投给拜登的票 没想到贴文一出 立刻遭到推特标注误导警告 虽然川普阵营目前身处在烈士州 他却不打算轻易交出白宫大位 前是要威斯康辛州重新计票 之后又在密西根 宾州 以及乔治亚等州提出暂停计票要求 不料宾州民主党及州长 却出面痛批川普可耻 现在更传出考虑会对亚利桑那 和内华达提出诉讼 看起来已经做好进入司法大战的准备 因此白宫宝座最后究竟会落入谁的手里 恐怕短时间内都将无法明朗 东新闻 陈怀之恩 杜新颖报道 不过很多人也发现了 在这次的美国总统大选当中 很多台湾人其实是非常支持川普的 为什么呢 这当然可能是跟这一阵子以来 川普的政府的确释放出非常多 对台湾很友好的政策的关系 所以也传出了这个蔡政府 其实已经有两套剧本了 如果说真的是川普连任的话 第一个会加强台美关系 而且希望可以尽速地来签订BTA 而如果是拜登当选的话 也许美术的开放就会往后延迟 不过总统府今天已经驳斥了 这个所谓两个剧本的说法 不过现在也有人问说 如果接下来是民主党的拜登胜选的话 那么会不会影响到台美关系呢 其实大部分的美国专家都认为说 最近几年来拜登民主党的态度 是已经有所转弯了 包括他们也批评了习近平打压香港的民主 而且在蔡总统连任的时候 他们其实也发出了贺电 而且鼓吹台美应该要更加的亲近 所以有专家认为 拜登当选虽然对台湾的军售积极度 可能不如川普 但是现阶段还是会支持台湾 甚至华府智库的主任 拉斐奇多萨尼也分析 台美之间的关键是取决于 所谓的两岸关系 而如果两岸持续的僵持 当然拜登可能也会倾向 继续的支持台湾 2001年担任美国联邦参议院 外招委员会主席的拜登访台 过去他曾说过 台湾不是独立的国家 认为美国有协助台湾 自我防卫的责任 但没有守卫台湾的义务 日前的邮电门事件 似乎也间接证明 与中国关系匪浅 如今拜登迎面大 如果真的胜出 对台美关系是否会产生影响 川普主打反中排 过去积极支持台湾 尤其任内四年时间 对台军售超过180亿美元 远远超过了欧巴马八年 任内的总和140亿 纽约大学美中关系主任 就认为欧巴马时期 并未胜权给台湾 更高性能的军事装备 所以拜登政府 对台的军售态度 不见得会如此积极 不过华府智库兰的公司 亚太政策中心主任 则分析台美关系的关键 不在于美国 而是在于两岸关系 毕竟拜登近来对中国态度日趋强异 不但批评习近平打压香港民主 5月10恭喜总统蔡英文连任 更是民主党第一位 这么做的总统候选人 大部分专家也评估 无论谁当选 基本上挺台态度不会变 只是川普的挺台程度 会高过拜登 但如果川普真的连任 真的会继续积极挺台吗 恐怕谁也说不准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而大家没想到的是 因为美国总统的大选 结果还未定 而现在也导致了 美国整个对于气候变迁的政策 也会有影响吗 因为就在今天 他们正式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 那么说到了气候变迁 台湾其实今天也感受到了 都11月了 竟然还会发布台风的路上警报 那么另外呢 在加勒比海 其实现在还有一个伊塔飓风 也造成了严重的灾情 不过我们说到了 因为美国总统大选胜负未定 美国他们身为全球第二大 温室气体排放国家 却在今天正式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 也成了第一个退出的缔约国家 不过呢 拜登他也承诺 如果是他当选的话 他将会重新加入协定 混浊河水暴涨 几乎快已淹没 瞧面 红杜拉斯北海岸洪灾惊人 因为伊塔飓风从3号开始 接连侵袭加勒比海各国 四级的伊塔飓风 只是接近尼加拉瓜 就已出现暴雨强风 与海贫困社区首当其冲 从空中鸟看 今年来威力最强的超级台风 天鹅 一号横扫贝利宾东部省份后 至今救灾持续 房屋遭毁 伤亡 人数攀升 当各国天灾不断 可见全球暖化造成的气候变迁 对地球造成挑战 但美国总统川普任期第一年 就仍然要推出前朝欧巴马时期加入的巴雷气候协定 果正在川普说到做到下 美国退出巴雷气候协定 从11月4号正式生效 美国身为全球第二大的排碳大国 却第一个退出了由全球189国一起签署的巴雷气候协定 只差一步就入主白宫的拜登 在推特上说 77天后拜登政府将重新加入协定 毕竟地球暖化挑战真的严峻 甚至2017年 从南极崩落的拉森西兵架 在海中漂流多年后 拉森西兵架脱落出这一块 被命名为A68A的巨大冰山 长175公里 宽50公里 面积比卢森堡还要大 而卫星发现A68A冰山 虽然融化到150公里长48公里宽 但正在逼近英国的海外领土南乔治亚岛 如果世界最大冰山A68A真的撞上小岛 恐怕南乔治亚上的企鹅海豹 觅食习惯将被迫改变冲击生态 东西们 黄西席林特医报道 而不论下一届的美国总统会是谁 大家也想知道对于台湾的军售 或是对于美军在整个印太地区的战略部署 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就是因为这个不确定性实在太大了 来看到美国就在这个大选结果出来之前 已经火速批准要卖给台湾四架MQ-9的死神无人机 不过大陆国防部也立刻呛所谓的玩火者 必自焚 那么对日本来说 他们现在要面对的是中共 甚至北韩的军事威胁 所以你看到日本的国防预算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贵 连续八年都创下新高了 明年更是要来到5.5兆的日币 大概是新台币的1.5兆 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现在要打造这个所谓神盾级的舰艇 那么日本原定的这个宙斯盾陆基拦截器计划 从6月搁置之后就一直在想说 他们还要打造怎么样的一个飞弹防御系统 才能够符合他们本身的需求 所以现在就要砸下重金 要来强化海上的神盾防卫力 这所谓的是金神盾还是银神盾 其实都蛮花钱的 那么来看到什么是神盾 它其实是海上平台型的一个神盾 它是拦截弹道飞弹 而且是综合了防空以及飞弹防御 可以搭载美制的SPY-7的雷达 那么也让这个敌军的导弹 没有实际进犯的机会 在日本举行的日美联合力舰军演 展现日美安保同盟合作物件 安信夫强调日美安保同盟达到空前的高度 根据日本最新公布的2021国防预算 连续8年创新高 金额达5.5兆日元 约合台币1.5兆 争议已久的陆基神盾案 今年6月宣告搁置 替代方案之一将是日美合作引进飞弹防御系统 取代宙斯盾陆基拦截器计划 日本现有的弹道飞弹防线分成高低两层 高层由标准三型飞弹 负责太空拦截中段弹道飞弹 优点是防卫范围较大 而低层则由爱国者三型 在大气层内拦截漏网的标的 防卫半径虽较小 仍可强化重点区域 有鉴于来自中国与北韩威胁持续升高 日本未来打造战舰时 可能将不惜重金 把神盾舰再升级 威风领领出航 这是日本轻型航母初云号 去年前往南海与菲律宾印度 以及美国海军联合军演 日本海上自卫队实力 在三军中最不容小觑 除了初云号 还有苍龙级潜舰 神盾驱逐舰等 将近170艘设备先进舰艇 海军实力排名全球第五 目前除了以编列预算的 两艘爱荡旗护卫卫舰 日本打算增购两艘同等护卫卫舰 与既有的四艘金刚级卫舰 形成四乘四的部署 未来新造的四艘战舰 会配备更先进的神盾作战系统 拦截范围更大 面对亚太紧张持续升温 日本也不断修正新的 飞弹防卫思维 中文新闻国际中心 宋文部东 而面对大陆解放军 仍然蠢蠢欲动 最近更是秀出了防空武器 根据了解 是要防范美国卖给台湾的 死神无人机NQ-9 而我们的国军则是在 平中地区进行了反空降训练 就在同时 德国国防部长和英国保守党 也纷纷出面警告北京 如果武力犯台一定会失败 火力全开 防空军车连续发射子弹 成功击中空中的无人机 这段中国大陆解放军 透过央视释出的演练影片 有外界认为是在恫吓台湾 从搜索目标到发射火炮 战机双重几次 这就要求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 判断出目标从哪个方位来 采取什么样的进攻方式 在最佳的攻击时间里 摧毁来袭目标 大陆海军演练不止真枪实弹 发射多枚导弹 他们还带着浓浓的嚇阻意味 似乎就在暗示 他们根本不怕 美国近期同意出售给台湾的 死神无人机改装版 MQ-9B海上卫视 只有把考核的标识 定得更高 更贴近实战 才能源源不断地 向战场输送更多 合格能战的舰艇指挥员 战斗员不断提高 部队打赢的底气 不过台湾也没在怕 国军第四作战区 近期进行了 第四季战备任务训练 M11洞自走炮亭入草地 官兵挂上伪装网等待命令 随时进行火力支援 陆军八军团在屏东地区 也进行士兵操演 官兵们替卸数飞弹车装弹 甚至模拟共军攻台时的 反空降作战演练 而就在国军积极操练同时 德国国防部长 克朗普凯伦鲍尔 跳出来警告北京 如果犯台一定失败 克朗普凯伦鲍尔是一个很基础的 他也是一个基础的 他可以使用脑和心 他非常温度 但当于做大决策 和做大决策 他非常判断 而他不会混合 标榜做事果断 克朗普凯伦鲍尔曾经一度成为 梅克尔的继承人 如今他在美国因为总统大学 结果未定 无法担当国际警察时 跳出来扛下重任 对北京喊话表示 如果中共以非和平手段 处理台海问题 都会是巨大的治国政策失败 而如果以军事逻辑面对 必然招致失败 无独有偶 英国保守党内部的 中国研究小组 也出面捍卫台湾 作为英国保守党主席的 英国首相强生 不只曾经对北京 通过港版国安法表示不满 他所带领的保守党 近期也发布了一份报告 指出一旦大陆敢动用 武力统一台湾 不只是侵犯台湾人民的人权 也是威胁全球的人权 而且英国会立刻 与中国大陆断交 不过共军不断秀肌肉 又频频绕台 台海局势更加紧张多变 看来只能提高警觉 加强国防能力 东森财经新闻 张战于家豪综合报道 美国大选的效应 带动了电动车 跟相关绿能股大涨 但是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却说 其实特斯拉是曾经因为 Model 3的量产困难差一点就破产了 可是提到了环保绿囊 近几年特斯拉靠着出售探权 大捞环保财 绚业红色车身在山林道路上奔驰 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口出狂言 大家已经习以为常 但这次却跌破众人眼镜 因为他公开透露 特斯拉一度濒临破产 马斯克近期在推特上坦言 特斯拉曾经距离破产 只差大约一个月 还说从2017年到2019年 Model 3的量产过程 不断陷入极大的压力和痛苦 甚至当时是产线与物流的地域 虽然差一点跌入谷底 但特斯拉却靠着碳权 让营收在一年内大翻倍 也就是说为了减碳 每家车厂需要降低碳排放量 如果无法达标就会受罚 而一些车厂为了免除罚款 甚至续命会向有碳权的车厂购买 而作为电动车龙头的特斯拉 手上刚好有庞大的碳权 从2013年开始 特斯拉就赚进了第一笔碳权收入 而2019年又因为自家电动车产能大增 碳权也跟着增加 收入更是逼近6亿美元 甚至今年光是前三季 就已经靠卖碳权 净赚了11.7亿美元 如今特斯拉还表示 要靠着全自驾测试板 再大捞一笔收入 因为美国售价已经正式 从8000美元上涨到1万美元 更传出加拿大和挪威车主 即将加入测试行列 东森财经新闻 张湛张博祥综合报道 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虽然开票进入倒数阶段 但是选情还是非常的胶着 可是怎么会在之前 就有人已经预测到了 整个选战的走向呢 这个人是美国的参议员桑德斯 他竟然早早就预测到了 美国总统川普的态度变化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 开票状况激烈 不过有人貌似早就猜到 事情发展 美国参议员桑德斯 10月时接受访问 精准预测 的确选举日当天 开票才开到一半 美国总统川普 就信心满满出现在众人眼前 桑德斯更猜到了 川普的态度转变 桑德斯当时的担心 意义成真 严谨选情不乐观 川普狂发推特批评 甚至要走法律途径 不过不只是桑德斯 美国前副总统高尔 也有预测到 目前的选情走向 美国总统大选世界都在关注 不少人也都在分析 最后结果 不过有名自称是从2030年 进行时光旅行的男子 先前曾经预言川普会连任 但是选举还充满了变数 不到开票结束的那一刻 难以预料美国总统大选的 最终结果 东森西文黄信息 需要请报道 对于川普来说 领先的票一夜翻盘 奇迹般的消失 所以美国选情也陷入了胶着 谁说谁赢都不能有定论 但是川普所领军的红潮势力 打败了选前的民调 这倒是事实 在川普的额头上 点上红点 印度人民比美国选民还紧张 看到川普票数暂时落后 印度教徒们用传统仪式 点起火焰 不断练授语 做法祈福 手还警报 川普的照片 不断挥动加油手势 祈福川普可以连任 而镜头转到美国 一夜翻转川粉 怎能接受想冲入计票中心 但警察阻挡现场 还用纸板把玻璃遮起来 这些情境更让民调单位跌破眼镜 因为选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民调平均都比川普多了十个百分点 但实际开出的选票只赢百分之二 民主党大赢没有发生 川普落后的民调也奇迹式的追上 看看川普最后选前的造势现场红潮飘扬 气势一度令民主党相当担心 果然全票开出 近七成美国乡村区域全都染红挺川普 就连大选前夕川普仍不忘再打反中牌 特别在网络上推出川普论中国 把美国放在首位 表情一举一动永远都有戏 在一片不看好的民调数字下 川普虽然选票落后 但的确在创造红潮奇迹 像是密西根州造势 当晚下着大雨还有寒风 他站在舞台就是要跟台下群众 雨踪吹飘大秀川普魅力 这攻心的身体语言之外 谈政见川普也能快横准切入 永远不谈法案跟法条 相较拜登川普拉拢基层 蓝领的选民可是很有一套 甜言蜜语的让辣妈群众都很嗨 海造势总能hold住全场收服人心 川普再度让民调踢铁板 也赢了一半美国选民的心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 有一位漫飞天使环环 她非常喜欢太古 在安安太古队练习已经十年了 她的妈妈很感谢 安安漫飞天使协会提供课程 并且支持陪伴 她的每一次的上课 我都会把她视为这是最后一次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她什么时候 这样的心情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体会 可是却是环环母亲 每天都得面对的心理压力 一定会舍不得只是只是不会放囊 对 也许我觉得对她来讲是也是不见得快乐 二 二 走过来 三 四 五 环环一位长不到的孩子 从小因为立腺体代谢异常 伴随着智能障碍 没办法像其他孩子一样 说出完整连续的句子 往往成为别人眼中注意的对象 幸好的是她被小朋友嘲笑 当下我就是难过的 又当成没事然后继续鼓励她 不太说话却非常喜欢打太鼓 环环经常在家里发出打太鼓的口诀 这鼓励到妈妈带她参加安安太鼓队 到今天已经十年了 我非常的珍惜安安这边 事实上你看我们到哪边哪边 人家是没办法接受我们的 然后他们去外面上课其实是很受挫的 对因为可能那里的老师 那个环境是比较没有办法包容我们的孩子 在一个能包容又友善愿意等待的环境里 就连家中的手足都可一同参与 这对很多麦菲家庭而言是相当重要的场域 透过是不要缴费利用保证金的方式 因为有时候可能就是因为费用问题 可能会让有些家长会退缩 缓缓妈妈自费学习太鼓 成为安安泰国队的种子教师 她期待自己的孩子和其他的曼菲孩子 都能在这样的环境里慢慢长大 早期疗愈对曼菲儿相当重要 毕竟疗愈不该只在医院里 而是要落实在生活中 在他们的努力下 也要告诉需要帮助的家庭 其实所有的苦难和辛苦 都只是上了庄的祝福 东森新闻王伟成 郑和铭 宜兰采访报道 最新消息 国防部晚间证实 共军下午一共派了运九斗 三个架次的飞机进入了 我国西南空域 而我空军依照惯例广播吃离 另外今年首个铺台台风 气象局已经宣布了路上警报 而屏东县府也宣布了 包括方山 狮子 牡丹 满洲等地 停止上班上课